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图像高清放大化的一个对比 也就是高清缩放的一个对比 那么最左边这张图呢,是用Focus将图片呢 缩放两倍的大小,生成了图像 那么中间的这个图像呢,是用Comp-UI高清放大的图像 最右边的这张图像是Stable Diffusion生成的图像 这三个AI工具呢,分别进行了同一张图片的高清放大 那么现在呢,我们来对比来看一下 你觉得这三张哪一张高清放大化的效果最好 那么从左到右呢,依次是这个Focus的效果最好 然后是中间的这个,Comp-UI的 最后才是Stable Diffusion的 那么可见Focus自带的缩放模型呢,放大两倍 能够生成比较好的图像,也比较高清 那么Comp-UI呢,我是从这个网站 也就是OpenModDB这个网站 所以这个网站是专门下载缩放模型的一个网站 里面全部都是这种放大模型 有人物的,有场景的,还有自然的 还有动漫的,我就是选择了这一个适合人物的这个缩放模型呢 然后放到我的Comp-UI里面,进行放大模型的一个缩放 来生成刚才我们展示的结果图 那么从这个网站上下载的这些缩放模型呢 并不是Focus,Comp-UI,还有我们的Sleep Diffusion 全部都可以就是下载下来,来使用它的缩放模型 我们来到这个网址,你可以看到 上面这些缩放模型呢,它支持一些其他的一些AI缩放工具 但是不支持Sleep Diffusion和Focus 它现在呢,在最下面,它支持Comp-UI 其他的这些缩放工具呢,我也不会使用 所以说我只能用Comp-UI来下载它的缩放模型,来做测试 那么中间的这张图像呢,就是使用这个网站上下载个缩放模型 来进行的高纤化处理 它的处理呢,还是不如左边的Focus直接处理的好 那么Sleep Diffusion呢,更不用说了 就看着就模糊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,这个测试就说明了 这个Focus缩放工具呢,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相对于其他两个AI工具来说 那么大家觉得呢,大家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或者是评论呢,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分享呢,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 请为我点击关注加三连 这样的话能帮我增加平台的权重 那么谢谢大家